摩根·泽格斯解釋说 取消文化不是简单的网络暴力 而是成为现实生活中 用来打击对方的工具 和中国文化大革命予取同工 泽格斯表示 美国教育缺乏对社会主义介绍 年轻一代不了解社会主义的危害 虽然七成年轻人表示 投票支持社会主义者 但泽格斯认为 他们并不想实现社会主义 只是没有感受到社会主义的威胁 去年 泽格斯在所在组织 制作的古巴社会主义受害者的 真实故事 获得2500万次点击量 目前 泽格斯的 美国青年反社会主义组织 在德州创办工作室 制作历史 经济 金融等领域视频 希望唤起年轻人 对社会主义的思考 目前 加州等地开始在公立学校 推行篡改美国历史的1619项目 泽格斯表示 每个人都可以从当地做起 抵制1619项目 新唐电视 纽约报道 请不吴 protest 走动 Nap哒 请不吴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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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